導演侯孝賢以電影《刺客烈忍糧》 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 8月即將在台灣上映 15日舉行視頻後接受媒體採訪 她表示希望台灣的觀眾能夠來看電影 等票房好 台灣電影才有機會 她也強調自己做導演是不教戲、不排戲 這是她一貫的風格 《刺客烈忍糧》 令到導演侯孝賢在《坎城影展》 獲得最佳導演獎 15日舉行媒體視頻會後 導演侯孝賢在三位連鄉導演的陪同下 接受媒體採訪 她希望觀眾都來看電影、國片才有希望 談到自己的電影風格 後到強調演員最重要 她不教戲也不排戲 希望正式開拍的時候 演員激發出最自然也最精彩的一面 她也分享了希望透過刺客這個角色 傳達的訊息 而一同現身受訪的鬥渡 《柳城澤》也讚賞女主角舒淇 雖然台詞少也沒有表情 但卻能夠吸引觀眾的目光 不過她也開玩笑地說第一次看後到的電影沒有睡著覺 有媒體問後到第一部武器片 沒有打蝙蝠似乎不是很多 後到表示這些演員都不是沒有打明星 有幾場戲為了求完美甚至雙隔很多日拍了三、四次才完成